今天为您分享印度加尔哥达下水道的淘金者 在印度黄金首饰历来都是妇女们必备的装饰品 印度家庭主妇持有全球黄金储量的11% 顾客们正在黄金首饰店里挑选黄金饰品 这里的黄金饰品美轮美奂 深受顾客们的喜爱 这些黄金饰品几乎都出自首饰加工房 老城区拥有着800多家首饰加工房 他叫卡雷来自印度农村地区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加尔哥达市赚到足够多的钱 他和一群小伙住住在一座摇摇欲坠的房子里 房间里一共住了15个人 他们成天有说有笑 彼此相处的很和谐 这让他们的家人很放心 这里的夜晚温度通常高于30度 比起闷热的房间 卡雷和伙伴们更愿意睡在街道凉快的地板上 凌晨3点 这座城市的人们还在睡梦中 卡雷和他的同伴们已经起床开始工作了 你一定会问 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不要走开 接下来为您揭晓答案 一些来自孟加拉的黄金商贩 成天和黄金打交道 他们的身上难免会沾到一些金子的碎屑 一部分黄金碎屑 直接从他们的身上掉落在了地上 而在日常的生活中 他们会洗衣服 洗澡 洗脸 洗手 这部分黄金碎屑 随着水流又冲进了下水道 看到这 不说你也能猜到 原来卡雷要和他的同伴们 在这里收集黄金 卡雷和同伴们彼此有约定 每人分配几条街 搜寻金线 接下来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那就是他们会利用传统的淘金技术 把尘土中 淤泥中的黄金碎屑 先淘洗出来 最后就是提取高纯度的黄金了 卡雷正在屋顶上提炼黄金 他们会在淘洗的细泥沙里 加入棚沙 再倒入一些硝酸 最后再加入水银 通过晃动手中的盆 这些水银会吸附上黄金 卡雷把裹满黄金的水银 放进干锅里进行加热 在高温的作用下 水银慢慢的蒸发到了空气中 你会神奇的看到 干锅里剩下一块 纯度不错的黄金 卡雷和同伴们 每天每人需要付给房东 200卢比租金 这相当于人民币18块 而卡雷和同伴们淘到的黄金 只能卖给房东纳卡达 房东纳卡达经常会压低黄金的收购价格 卡雷对纳卡达开筹的黄金价格早已表示不满 但聪明的卡雷忍住自己的坏脾气 并没有跟纳卡达进行正面冲突 许多黄金讨喜工无奈的在纳卡达手下工作 但卡雷有着更大的野心 他一直在筹划逃出纳卡达掌控的计划 在珠宝区黄金陶喜工密切关注着全球黄金的现货价格 现货黄金的价格变动将直接冲击到他们的收入 但房东纳卡达的黄金收购价格始终要低于市场的成交价格 就算金价涨了20% 他会轻描淡写的说价格涨厉害了就没人要了 淘金人会没事可做 我得依靠储蓄过活 中产阶级负担不起黄金首饰 我们都会被饿死 金价涨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 首饰顾客减少 街上的金线也明显减少 卡雷意识到了靠少成都来收集金线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他必须另辟蹊径 他想到了可以在下水道的淤泥里淘金 这里下水道的盖板已经有六七个月没有被打开了 如果有人直接下去可能会冒上一定的风险 下水道里有老鼠 蟑螂 蟹子 蛇 不知道会有什么会跳到他们的身上 但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里堆积了粪便 即便是如此恶劣的环境 卡雷决定接受挑战 他毫不迟疑的跳出了下水道 他甚至连口罩都顾不上戴 只是屏住呼吸 用程气迅速的把水沟里的泥淤泥一盆盆装住到蛇皮口袋 这些淤泥很重 卡雷对这里的淘金原料感到很满意 他连续工作了二十分钟 装满了六个蛇皮口袋的淤泥 其他的同伴继续翻开其他两条下水道的盖板 他们一共挖到二十三口袋的淤泥 卡雷和同伴们将今天的搬运成果堆在了一块空地上 受限于他们自身的精力和时间 他决定把这些淤泥直接出售给一个较大规模的淘金座坊 卡雷给淘金座坊的老板杰维德打了个电话 他要求老板杰维德带出现金来看货 卡雷第一次这样跟淘金座坊的老板做交易 心里多少有点紧张 他预感杰维德会直接杀他的架 卡雷忐忑的等着杰维德 没多久买家杰维德终于出现了 杰维德异常冷静 他还带来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淘金工人 这让卡雷显得有点紧张 杰维德提出了检查淤泥的要求 卡雷故作淡定的说 这完全没问题 淘金工人随即打开一个装淤泥的口袋 在淘洗完一些淤泥后 杰维德决定买下卡雷的这些淤泥 杰维德问卡雷想要多少钱 卡雷报价一万卢比 杰维德说卡雷是在抢钱 卡雷说淤泥的品质很好 这些淤泥能提炼出不少黄金 这是一笔稳赚的交易 杰维德最后只给五千卢比 卡雷让杰维德出六千卢比 杰维德一口咬定 只能出五千卢比 卡雷想想反正是初次交易 这单少赚就少赚 总比黄了墙 卡雷要求杰维德以现金的形式进行交易 最终他们以五千卢比的价格 成功交易了这些淤泥 杰维德的淘金作坊 在恒河附近的一个废弃河岸旁 杰维德坦言这里就是他的赌场 他每天都在这里赌博 他永远不知道能获得多少黄金 杰维德希望能尽快把淤泥都转变成现金 他一共雇了二十个淘金工 淘金工扎伊德汗 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二年 他总是兢兢业业的工作 老板杰维德对他赞赏有加 在提炼黄金之前 所有的淤泥必须先经过干燥处理 淤泥被放置在烈日下进行暴晒 接下来是整个过程中 唯一使用到机械的部分 通过机器的碾压 这些淤泥将被磨碎成细粉 这种劳动密集的木制洗矿槽技术 是从19世纪美国加利福利亚州传过来的 杰维德的淘金工使用人工抬来的恒河水将要从这些泥巴里逃出黄金 淘金工们把水倒进去 泥巴将会被洗掉 只留下黄金 黄金会卡在这些凹槽里 每一位技术高超的淘金工都有一双灵巧的双手 他们会用充满力道的手刷洗泥巴 把珍贵的沉淀物从木头凹槽刷出来 这些是三十代淘写后的泥巴 这远比想象中的要少 这些泥巴随后将加入一点水银 一些玻璃和苏打以及灰 淘金工再把这些材料混合起来 揉成球状物放进干锅里融化 负责野炼黄金的工人将通过古风机送风来助燃煤炭 以迅速提升干锅的温度 经过不断的加热 黄金和水银都将被融化成金属液体 这些固化的球状水银混合物将被放入到炉子里继续加热 直到水银被气化蒸发 杰威德笑着说 这里太热了 我的屁股都快被烤焦了 这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 工人们不但要进行高温作业 还要忍受烟尘对人体的危害 杰威德非常喜爱提炼黄金的过程 经过一番冶炼加工他们得到了一小片金银合金 杰威德的弟弟纳比尔用硝酸对金银合金进行再次提炼 硝酸的作用是分离金和银 经过最后的冶炼 他们收获了24颗纯金 这块黄金价值54843卢比 这折合人民币4800元 淘金工们淘洗了350袋玉泥 最终才得到24颗金子 卡雷暂时和其他15名扫金人 共住在房东纳卡达的房间 为了不再被纳卡达压榨 卡雷要尽快摆脱纳卡达的控制 卡雷和房东约好了看房的时间 这套出租房位于城市偏僻的角落里 出租房有两间破旧不堪的浴室 房间里摆放了一张布满灰尘的木床 还有像历史衣柜这样的老家具 当然还有一个面积不算太小的厨房 房东是为老先生 老先生给了卡雷一个合理的租房价格 2000卢比一个月 这折合人民币180元左右 卡雷必须想办法提高下水道淤泥的利润 才能租得起这套房子 在恒河边的第一道曙光出现时 淘金工人就来作坊上班了 他们的老板杰维德悠闲的骑着一辆摩托车 来到了淘金作坊 他让一个小工把摩托车钥匙收拾好 接下来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吃早餐了 他让小哥们买了八个杂面包 美美的吃了一顿早餐 紧接着他要开始今天最重要的工作 他在计算要付给工人们多少钱 因为今天是发行日 老板杰维德给每个淘金工打好了当天的考询 他直直细细算好了每个淘金工的工资 吩咐工人们做好自己的工作 他需要睡个午觉 补充睡眠 杰维德把淘金坊经营的风声水起 这得到了他父亲的认可 杰维德的父亲认为 他是最好的玉尼淘息者 他对工人很亲近 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他们 他能让他们交出很好的工作成绩 趁着杰维德睡午觉 淘金工们经常会互相开玩笑 打闹一下 这也为他们枯燥的工作增加了点乐趣 杰维德睡得很舒服 但他如果醒来发现工人们在嬉闹 就会很不爽 卡雷带着玉尼再次来到杰维德的淘金坊 他给了杰维德一个玉尼药本 让他进行评估 卡雷心里明白杰维德一定会再杀价 他决定只接受好的价格 拒绝不好的出价 杰维德这一次出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超低价 2800卢比 折合人民币245元 卡雷访问杰维德 你收购的淤泥最好的价格是多少 杰维德不假思索的告诉他 最高价是8000卢比 卡雷说 那么你给7000卢比吧 杰维德讥讽卡雷道 你真是个完美的生意人 他最多只能接受3000卢比的价格 卡雷心中生起一股无名之火 他决定不再和这个黑心老板继续纠缠下去 他对杰维德说 他会把东西拿回去 他要去找一个能和自己公平交易的老板 杰维德对此不屑一顾 杰维德在卡雷走后 得意的说道 胜败来兵家尝试 通常你会看到我赢 珠宝区的卡雷和同伴们利用午夜短暂的安静时分 再次来到下水道挖淤泥 卡雷自己承认下水沟污秽的部分很糟糕 但由此而能得到很好的报酬 这一切都值了 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买家 他们的辛劳付出 一定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下水道传来了喵心人的叫声 卡雷对此毫不畏惧 卡雷和同伴们还是轮流进行着挖淤泥的工作 他们必须装满30袋淤泥 这通常在凌晨4点前就会全部完工 卡雷有了个新计划 他不会等买家来到他的地盘找他 卡雷决定把淤泥带到买家的地盘 他们从三个下水道收集了30袋淤泥 为了绝业时间 卡雷决定花钱雇一辆出租车 把淤泥拉过去 司机看到出租车后备箱要装这么多淤泥 明白这已经超债了 他将会冒着被交通警察拦截处罚的风险 卡雷让出租车司机别紧张 他会给司机双倍的打地钱 卡雷坐着出租车 在10点之前赶到了混河岸边 他和司机一起把30袋淤泥 卸在了一块空地上 卡雷和买家阿卡巴终于如期相见 卡雷主动请买家阿卡巴打开蛇皮口袋 用手亲自触碰感受淤泥的品质 卡雷还是按照之前1万卢比的价格 报给了阿卡巴 阿卡巴之呼 他不是大富豪 他觉得这个报价有点虚高 阿卡巴尝试着将价格压到了5000卢比 卡雷说这样不行 他会血亏的 阿卡巴说1万卢比不现实 这会让他连饭钱都赚不回来 阿卡巴淘金的成本已经很高了 这些淤泥要经过洗涤筛选 而且他请了45个人来帮忙 卡雷假装很为难的样子 他对阿卡巴说 我们第一次合作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我只收你7000卢比 折合人民币600左右 阿卡巴也感受到了卡雷的诚意 他同意以7000卢比的价格 买下这些淤泥 卡雷手里拿着阿卡巴给的现金 心里美滋滋着 他终于实现了淤泥卖高价的愿望 他将会让同伴们 都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钱 卡雷和同伴们 继续在加尔哥大的珠宝区乐此不疲的挖着淤泥 不知道卡雷离自己能开淘金房的梦还有多远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点评分享收藏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